BS的採訪團隊是持續的鎖定在 羽田機場這個地方 大家透過畫面應該可以看到 在我背後就是這個 日本航空的班機已經被燒掉了 而他目前這個火其實是已經撲滅了 不過還是不斷的有冒出濃煙 而這場意外事實上是造成了 海上保安廳的飛機 上面一共有6個人 而其中只有機長是重傷送醫 而另外有5個人是已經確定罹難了 而除此之外在日本航空這邊 現在也知道有17個人受傷 只是他們的傷勢不明 而且到底這些17個人裡面 有多少是組員 有多少是乘客 現在也是還不確定的狀況 而除此之外 羽田機場這邊事實上在事情發生過後 是已經全面的關閉 不過因為現在正值日本的 年末年始的新年假期期間 所以其實在羽田機場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他們今天晚上是選擇 要待在機場過夜 等待明天如果有機會 這個機場要重新來開放的時候 他們可以趕快搭乘飛機返鄉 事實上今天羽田機場的人員 也說他們會24個小時 全面的來開放 讓大家可以在這個地方來過夜 並且明天可以盡早的 來搭乘飛機回到自己 想要去的地方 而事實上這起意外發生到現在 整個日本他們都還在調查意外發生的原因 當然有可能是因為塔台管制上面的一個問題 不過現在傳出 也有可能是海上保安廳的機長 他可能誤聽了整個塔台的指示 不過這些都還需要日本的國土交通省 進一步的調查 而這也是我們在現場 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